月哥说电影 专注好电影 大家好 我是月哥 如你所想 每一个养老院里都有一些老人 在弥留之际 他们喜欢追忆平生 弗兰克西兰也不例外 只不过他的一生有些不同 在白道 他曾是一呼百应的社会名流 在黑道 他曾是叱咤风云的金牌杀手 但在年轻的时候 弗兰克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卡车司机 一次在送货途中卡车抛锚了 一个过路的中年人帮助了弗兰克 他心思细腻 逻辑严谨 聊聊术语就排查出了问题所在 然而这个热心人并没有留下姓名 那时弗兰克以为 他应该是加油站老板 直到后来才知道 整个街区都是他的 在那个需要挣钱养家的年纪 弗兰克不得不给运输的牛排 偷工减料 挣点外快补贴家用 很显然 只有老实人才会活得捉襟奸走 在尝到甜头之后 弗兰克玩了把大的 整个车厢都被他搬空 因此弗兰克被告上了法庭 多亏了当时卡车工会会长起草的法律 没掌握确凿证据钱 无法给工人定罪 再加上律师比尔高超的业务水平 案件最终被驳回 弗兰克免于控诉 为了感谢比尔 弗兰克来到酒吧庆祝 而且再次遇到了 那个将会改变他 人生轨迹的人 弗兰克和那个帮他修车的中年人 再次冲锋 他叫罗树是比尔的表哥 当时的弗兰克并不知道 罗树是谁 但他知道 那个和罗树称兄道弟 共进晚餐的人 叫安吉洛 费城的新任老大 从费城到新泽西的一切 都归他管 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猜出 罗树绝不是个普通人 因为贫水相逢的缘分 罗树和弗兰克交谈起来 一个爱尔兰人会讲意大利语 这样作为意大利人的罗树 很是好奇 原来 弗兰克曾在欧洲打过四年仗 毫无疑问 在战场上 每个人都怕死 但你必须服从命令 有一次 上级命令他 把囚犯带到树林里 让他们自掘坟墓 弗虏们往往干得很卖力 希望拿枪的人回心转意 但枪就是枪 绝无可能违抗命令 或许是看中了他 绝对服从 沙发果断的军人特质 罗树对弗兰克产生了好感 时常会给他 安排一些小任务 后来 安基罗也会给他一些小任务 罗树的生意很广 而他本人就是教父一样的存在 无论是贿赂法官 还是提拔某个人 你都可以在他这里得到最好的答案 如果你想让某人消失 首先得征求罗树的同意 如果他让你办某件事 你必须要亲力亲为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弗兰克的想法也在悄然变化 他似乎发现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真理 以暴制暴 可以让大多数人心生畏惧 似乎也是解决问题最快的方式 有一次回家 听说女儿佩琪和人发生了一些口巧 弗兰克怒不可遏冲到杂货店 把老板一顿胖揍 还踩烂了他的手 从那天开始 女儿们看待父亲的眼神 也多了一失畏惧 慢慢的 弗兰克成了小有名气的打手 这天 一个外号叫悄悄话的人 找到了他 请他炸掉一家洗衣店 报酬丰厚 弗兰克勘察好了地点 正准备动手时 帮会的人告诉他 安吉洛要见他 原来他即将要炸掉的那个洗衣店 是安吉洛入股的公司 如果不是和罗素的关系 此刻他早已命上皇权 作为回报 弗兰克第一次主动杀人 干掉了悄悄话 对于弗兰克来说 一切都开始变了 罗素开始启用他 成为正式杀手 他就像是回到了军队一样 服从命令 执行任务 然后就会得到奖赏 不用携带任何感情 但弗兰克不是为了钱 更多的是 出于对罗素的感激与尊重 罗素和他的太太 不能生育 没有儿女 很多时候 罗素都羡慕 弗兰克的好福气 两家人会经常在一起 组织家庭聚会 但敏感的佩奇 似乎很惧怕罗素 他认为 罗素跟父亲经常出现在报纸上 有很大关系 日久见人心 弗兰克的办事效率和忠诚度 渐渐取得了罗素的认可 他决定安排弗兰克 去辅佐一个重要的大人物 全美卡车斯基工会的主席 吉米霍法 在五六十年代 除了总统之外 吉米就是最有权力的人物 无人可望其向背 在巅峰时期 工会人数多达百万 能量之大 甚至可以左右 区域性总统票选 与大公司和政府掰手腕 改写法律章程 当初弗兰克之所以被免于控诉 就是得益于吉米七少的 对于工人宽松的法律合同 而吉米与黑帮之间 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吉米为工人争取利益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组织罢工 当然 大企业和政府也会联合起来 对罢工人员进行强制管控 此时 吉米就需要通过与黑帮合作 以报之报 恐吓威慑大企业 迫使对方妥协 工会与黑帮达成联盟的原因 当然是因为利益 卡车工会的养老基金总额 高达80亿美元 全部都有吉米控制 黑帮可以从养老基金 获得免息贷款 去投资很多银行 无法提供贷款的非法项目 著名的赌城 拉斯维加斯 就是这样建成的 在这样的深度共生中 罗素的表弟比尔 已经成为吉米的首席律师 监控着工会的名面 而罗素此时派遣弗兰克 表面上失去辅佐 实际上是向全方位监控吉米的 一举一动 到达芝加哥后 弗兰克凭借战争中 积累的经验 策划了第一场爆炸活动 为吉米解决了燃眉之急 两人的首次碰面 就是如此的默契而融洽 吉米能言善变 却暴躁一怒 弗兰克寡言少语 却冷静从容 他们生来就应该是朋友 甚至在睡觉的时候 吉米也会毫无保留的 给弗兰克开上半扇门 而且芝加哥事件之后 吉米和弗兰克走得更近了 他们的家人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 尤其是佩奇和吉米 堪称忘年之交 对佩奇来说 吉米和罗素 甚至父亲都不一样 他没有绰号 不会在报纸中 成为可疑的犯罪分子 相反 吉米是一个帮助底层工人的 成功人士 很长一段时间里 黑帮和工会 都是各取所需 相安无事 直到第35届总统大选 罗素所代表的黑帮集团 操控了选票 肯尼迪当选了总统 作为回报 肯尼迪承诺将对古巴发动战争 这样黑帮集团就可以重回古巴 开赌场 开酒吧 而另一边 吉米资助的却是尼克松 因为吉米早就和肯尼迪家族交恶 水火不容 肯尼迪入主白宫后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成立专案小组 想尽一切办法 要把吉米送进监狱 为此 吉米度过了一段 焦头烂额的时光 但此时的吉米精力旺盛 抵御外敌的同时 也不光巩固内部的政治 吉米扶持了一个大富翩翩 毫无主见的匪施上位 任职工会副主席 这样他才能睡得心安 因为他更担心的是矮子托尼 矮子不仅是新泽西当地卡车峰会会长 还是一个大帮派的头领 吉米能干 能力十足 矮子和吉米在同一时间成长起来 曾经他们关系亲密 但如今 矮子是唯一能够威胁到 吉米地位的人 为此 吉米还扶持了弗兰克上位 成为地方峰会的会长 他需要培养更多的心腹 直到有一天 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终于让吉米扬眉吐气了一把 可好景不长 吉米还是因为贿赂陪审团 获刑五年 在监狱服刑的吉米 还是牢牢掌控的权力 他通过对匪斥 发号施令 向黑帮放贷 但黑帮似乎更喜欢 无能的匪斥 只要稍微吓唬一下 他就会言听计从 在吉米服刑的这段时间里 外面风起云涌 帮派列涌现了许多后起之秀 疯子乔一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在万人集会的公共场合 策划枪杀活动 他嚣张跋扈 目空一切 甚至在大厅广众之下 拿罗素开玩笑 似乎江湖已经不再是 从前那个江湖 但意大利教父的尊严 不容玷污 弗兰克拖着拥堵的身体 干掉了疯子 尽管他跑得没那么快了 枪法也没那么准啊 四年后 吉米花了五十万美金 贿赂尼克松的连任委员会 这才终于得偿所愿 获得了总统特赦 但此时软弱无能的匪斥 已经获得了黑帮的青睐 有意扶持他 继续成为下一届工会的傀儡主席 吉米急需矮子的票选支持 但骄傲自大的吉米 对低头的媚态 此之以鼻 本来是一次 想要化低为有的和谈 随之却变成了一场狗咬狗的闹剧 其实 黑帮对于谁来掌权工会 并不在意 他们在意的是利益的保障 吉米的高调形势 让黑帮大佬觉得 他是个不好掌控的人 不久后 为了对弗兰克数年来的工作 予以肯定 工会举行了一次表彰大会 大会当天 震伤云挤 高棚满座 弗兰克迎来了自己人生的巅峰时刻 也是在这个时候 罗素才得知 不满掌控的吉米 已经在拖延部分黑帮的贷款 他还声称 如果他当选主席 就要收回以前黑帮的债款 如果黑帮没钱还债 他就要接管已经建成的 酒店、赌场等项目 罗素找到吉米 质问道 你这么迫切地想要夺回主席之位 是为了什么 你完全可以下台 在幕后管理 吉米激动地回应 这是我的工会 下台等于直接进坟墓 没有任何人可以威胁吉米货法 这些言论彻底触及到了罗素的底线 演讲结束后 罗素找到了弗兰克 拿出了世上只有三个人拥有的自尊魔戒 罗素一枚 安吉洛一枚 还有一个爱尔兰人 他叫弗兰克西兰 这枚戒指代表了黑手党最高的荣耀 弗兰克受宠若惊 接着罗素让弗兰克劝告吉米 到此为止 这是高层大人物的决定 他没得选择 弗兰克很疑惑 吉米不也是个大人物吗 罗素贴耳诗语 他还不到那个层级 如果他们能干掉一个总统 那么干掉一个工会主席 就不在话下 可当弗兰克把这些话转告给吉米时 吉米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自己掌握了一些证据 会让黑帮有所忌惮 而且他从来不会受人威胁 相反他很担心弗兰克的安危 可几天后吉米却在电话里妥协了 他同意和谈 也愿意做出让步 并约好明天下午两点见面 他特别提醒弗兰克一定要来 弗兰克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下一秒却被告知 高层已经决定放弃吉米 罗素警告弗兰克 不要打给吉米 这一晚弗兰克经历了人生中 最漫长的夜晚 他紧紧盯着床边的电话 该不该打这通电话呢 第二天清晨 风柔日暖 弗兰克又接到了新的命令 罗素决定 让弗兰克亲自去干掉吉米 因为罗素知道 如果弗兰克不去做这件事 他就会阻止别人干这件事 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而且所有人都知道 弗兰克和吉米情同手足 如果弗兰克不能自行站队 他的家人将会面临危险 弗兰克忍受着巨大的煎熬 接受了任务 他乘坐私人飞机赶去了底特律 原本约定的时间 是下午两点在红狐狸餐厅 弗兰克故意迟到 因为他知道吉米很守时 但他没有想到吉米等到了两点半 此时前面的人告诉吉米 临时改变了开会地点 四处反常 吉米有些犹豫 但当看到后桌的弗兰克死 就完全打消了顾虑 车上他还询问弗兰克有没有带枪 因为他担心矮子会耍阴招 可进入房间后里面却空无一人 完成任务后 弗兰克仓皇逃离了现场 乘坐私人飞机离开了底特律 几天后吉米失踪的消息登上了电视 弗兰克自言自语道 那晚我应该打给吉米太太的 敏感的佩奇 隐隐感知到这件事和父亲有关 她反复追问弗兰克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打那通电话 自那天以后 佩奇再也没有和父亲说过话 弗兰克也意识到 女儿或许永远也不会原谅她 在之后的日子里 没有人因为涉嫌谋杀吉米而获刑 但正知扫黑除了的 严打其道来 所有人都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进了监狱 慢慢的 罗素中风瘫痪了 弗兰克患上了关节炎 大家都在刺骨的寒风中 垂垂牢矣 最近罗素经常提起吉米 吉米是个很好的人 我从没想过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但我还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放弃了他 此时 这个不可一世的黑帮教父 开始忏悔 他去了教堂 不久后进了墓园 同年十月 弗兰克出狱了 两个月后妻子去世 他变得更加孤独 愈发严重的关节炎 让弗兰克组上了拐杖 他步履盘伤的来到佩奇工作的银行 想跟女儿说说话 但佩奇却对他视而不见 弗兰克向小女儿解释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家人 但小女儿却告诉弗兰克 当他们遇到问题时 从来都不敢找父亲寻求保护 因他们害怕弗兰克会做出一些可怕的事情 他那粗糙无感的解释 并没有换来女儿们的原谅 弗兰克住进了养老院 请了黑人看护 他给自己看好了墓穴 并选了一口绿色的棺材 那是爱尔兰人的颜色 也是故乡的颜色 唯一来看望弗兰克的人只有联邦警察 他们希望弗兰克能够说出当年吉米失踪的真相 毕竟所有人都死了 弗兰克不必在保护谁 但弗兰克依旧守口如瓶 因为他这一生坚守的信条就是保守秘密 在弥留之际 弗兰克也学罗素进了教堂 神父问弗兰克 你是否对曾经犯下的罪恶感到内疚 弗兰克说 没感觉 神父又启迪弗兰克 即使没有在思想上感到难过 那也可以在口头上表示抱歉 弗兰克沉思许久 难难之语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会打出那通电话呢 或许弗兰克更想问的是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会舍己为由 弗兰克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也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 他仿佛只是在忍受时间的酷刑 马上就快圣诞节了 神父给弗兰克做完祷告后 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团聚 弗兰克让神父给门留一条缝 像吉米那样 可这条门缝 他却不知为谁而留 爱尔兰人是马丁·斯克赛斯制导 2019年上映的作品 电影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九项提名 英国电影学会奖九项提名 罗伯特·德尼罗 阿尔帕西诺 乔·佩西 这三个平均年龄在77岁的老西谷 再加上76岁的马丁·斯克赛斯 以及一大帮跑龙套的顶级老演员 爱尔兰人可以说是 史上最强黑帮片阵容 你可以说他是马丁·斯克赛斯的怀旧之作 也可以说是一帮老电影人最后的情怀 或者说是他们在展现不服老的倔强 不少影评人都在夸赞电影的简龄技术拍摄 以及老戏骨们不着痕迹的表演 或者森巴黑手党背后的故事 但我习惯于看电影背后的情感 问问现在的年轻人 有多少人认得电影里那些 曾经迟程影谈的老溪骨 一帮不想老去 但却已经老去的电影人 他们不想被遗忘 但时代已经不同了 虽然他们还能大喊一声 老教父的尊严不可亵渎 但很多规则都编了 黑帮如此 电影如此 这个时代更是如此 马丁·斯克赛斯何尝不知 但他还是要用这样一部电影来祭奠电影人 真正的热爱大抵就是如此吧 为自己选定棺材 是一件高兴且悲哀的事 高兴的是 你还能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 悲哀的事 你也只能如此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 关注、点赞、发弹幕、数字三连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赞、订阅 走 走